親自 specifiedutt 很開心又來到新德集的想像 今天是我嘉賓話非常特別的,Josephine Josephine英文的名字是Liurap 但姓劉 Josephine是自己在湾州的中心 叫Line of Joy 還沒改中文吧? 還沒改中文 我們幫你思考一下 即將會做這件事 我認識Josephine透過Lauris姐 她是看著我們做訪問的 Josephine有些很特別的貧死經驗 上次喝茶聽到你說的 我都覺得太精彩了 一定要找她上來 但在雙腳上說一下才行 為什麼呢? 讓你慢慢說出來 其實看你的樣子 又這麼貴態 大家戴著鏈 對!大家戴著鏈 大家戴著鏈 其實你的人生是怎樣的呢? 我們還沒正式進入 你說你的貧死經驗之後 先說 首先,謝謝Esther 可以有機會上到你的節目 因為我之前也有看過的 是有些人看的 是的,我生了一個很開心的寶寶 聽說在寶寶廠我會笑到卡卡卡卡卡,搖醒全屋人 寶寶那時候 然後越大就越,家裡很多事情發生 可能家裡有事情發生,我自己也是一個很奇怪的小孩子 我七、八歲就很多人問,經常發惡夢 就是自己被人埋在泥底,然後就知道自己沒有死 就在喊極,被人生葬,經常發惡夢 我經常問媽媽,為什麼我這樣? 媽媽,沒空理我的,隨便吧 我經常說,這個杯是這樣的型,我只是看這樣的型 但你又看不是這個型 我又叫它作杯,你又叫它作杯,可能這個不是這樣的型 我自小就問題而同,但問些東西沒有人理我的 那直至到十歲左右,我想我有些童年抑鬱症 童年就有抑鬱症? 我想,因為好像一些心理學家說 如果小孩子有五樣事情發生,其中一樣已經很慘 譬如父母離異,父母離婚,家裡控酒,或者有性騷擾,或者是家暴 嗯,我有四樣齊 是的,但不知道的 你不幸運,你小一點認識我,我喜歡玩陶學 然後到處走,通山走,通街走 如果你早點認識我,我就帶你到處玩 那你就不會有這個童年抑鬱 是的,我都不知道的 隨便吧,抑鬱,到中學不要管 讀書,打球,真的不要管 然後到大學,我家裡就給你一張機票 給你一個學期的學費 你得就得,你不得就回來 哦,OK,那沒有不行的了 真的沒有不行的了 那他就什麼都不懂,只是想賺錢 讀書,賺錢,賺錢 去哪裡啊? 去到美國 美國哪裡啊? 德州,Texas 哦,Houston 那時候,我想我的人變得很窄 就是懂得讀書 你有得飛到美國,我們只是留在紅磡 不是啊,只是想賺錢 因為沒有錢,交學費就回來 那就是 就是很窄很窄 就是很窄 我想是頂到我很窄 而且可能會不會很識理別人 又很自私的 就是賺錢嘛,儲錢嘛,交學費嘛 那四年就這樣過的 那回到來呢,又是覺得 就是很…以前那些思想 就是裝一間大公司 那在那邊跑 就是那些企業,那樣跑一跑 那又覺得 那沒事啊,是這樣的了 人生就是這樣 就是很合責 又覺得自己是這樣 不是這樣做 就是這樣的 直至到結婚之後 就有了這樣 那有了,就有一天 在一個房間就很痛 就是那個痛很痛 就痛到是暈了 就是暈了,說到話那些 就在一個房間 那樣就 即是立即進去醫院 那那個醫生說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胎的 我有一、兩天前 就是先去做完那個素描 看到那個胎的 那他就當我成為中毒的醫 那就是這樣 但醫藉我都吐 就是吐了 那到第二天他就說 你不吐啊 不如他幫我照一下 有沒有個胎啊 一照是沒有的 就是沒有胎 那原來有些就叫公餓人 就是胎就在一個書籠館爆了 那就是急症 其實不是BB來的 是BB來的 不過沒有入到子宮 就是在一個書籠館 傳達那時候 就是在那裏受癮 但我聽說這些症 是可以死人的 是可以死人的 那就急症啊 然後就推進去 那就 就在那裏做事 就是在那裏全身麻醉 那麻醉到那裏 我就突然間給一個標誌 那時候不知是甚麼 那個標誌叫醒了 後來知不知道是那個 噢 噢 是這樣的 噢 噢 噢來噢去 然後呢 噢來噢去 噢 在那裏藍色 不停閃 醒了 就聽到後面附近那些手術室的機器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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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就手指 腳趾 還有頭呢 那些涼 是感覺到了 感覺到那些感應 很害怕 害怕到我手上大喊 就說 喂 我醒了啦 這樣 聽到醫生和麻醉師聊天 他們都很害怕 他們說 太多血了 管給不完 用毛巾爽 很噁心 是吧 害怕到很害怕 那時我說 糟了 如果我開始感覺到那個肚 就很肚 那樣子 在我最害怕那時 就有一個 我知道可以叫它 一個好像靈魂那樣的物體 就拿了我 好像靈魂那樣的手 一聲 這樣就出了去 那出了去 那出了去呢 就很輕 因為自己是 沒有身體之餘 是一團很漂亮 很大的光 也跟那位靈魂那樣交貼了 沒有口 當然就沒有口說話 但是呢 是好像是 大家心靈相通 完全知道大家在說什麼 還有是一個很開心的喜悅 是 不用說 這個是我最好的朋友來接我 是一種很輕鬆很輕鬆 跟著呢 就帶我去飛啊飛啊 就好像演戲那些 那時都不太知道 那些時光隧道很大 很亮 那樣 過了時光隧道呢 就有一些很漂亮的風景 漂亮到不是地球的 但是很清幽是沒有人 就是沒有什麼人 沒有什麼大雅 那樣 如此呢 就玩了兩三次回來 還在搞緊 那還在搞緊我 那就再去吧 就是你的靈魂就去了玩 去看風景 而風景是漂亮到地球都沒有 就是最漂亮的瑞士風景 最漂亮的日本 都沒有這樣的風景 是的 而且是很不同的 很不同 是不是好像山水 沙灘 就是那些不是這樣 是不懂形容 是很不同的 但是是不是都是沙咀沙灘 那樣的呢 是很多不同的 色調整下來的東西 那就是一個 是只是一些 可能是一些生物存在的地方 但是沒有生物的 就是沒有生物的 看不到的 至少看不到的 至少看不到的 那就帶我回來 那個開刀的桌 下去看看 喂 還不可以 那樣 那再飛 那再玩 那玩到最後 他就很開心 那開心就變得狂喜 很開心 很開心 雖然沒有嘴 但是笑 然後呢 他最後問 你這麼開心 不如跟我走 那樣 我說不行 想都不用想 我剛剛結婚 就是我剛剛新婚 我不走的 那樣 他說肯定 我肯定 那樣 那樣 然後最後一次 就下來 那那個開刀的身體 就出了手術室 中間是一個休息室的 那我就見到那裡 就有個 我身體在那裡 那個姑娘就在那裡拍我 不是這樣拍的了 通常是這樣 很大力 然後他就說 醫生 他不醒啊 那怎麼辦 我跟這個靈體說 不要玩啊 我怕太遲了 那樣 OK 他還在笑 然後就一二三 之後我 這樣下去 嘩 我很明顯覺得 很窄 很窄 而且 那個姑娘就手來 我擋 不要再打了 翻了 翻了 再打 打回來 我想 那十幾小時 身體太過 小血 所以看出來 我還沒笑 看出來所有的東西 是黑白色 聽到自己的心跳 和頭是很痛的 即是劇痛 可能真的太小血 自己都不知道 過了一晚 一日一不停滑血 這個世界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變黑白 可能太弱了 肯定視力有了問題 翌日 那個護士長 就坐下 說 陳太 恭喜你 恭喜什麼 寶寶都沒有了 死不去 為什麼很傷心 那次寶寶都沒有了 恭喜什麼 他說 你是過了 你死得的 他說 你破了我們醫院紀錄 沒有人一個身體 這麼小血 是可以生存的 怎麼輸都輸不到 你們真的沒了 這是我第一次的堂死經驗 那你當時有沒有說給你丈夫知道 或者說給朋友知道 有啊 但就不是廣傳 那些人什麼反應 那些人就 噢 不懂得反應 又不博我 又不懂得反應 噢 噢 這樣 覺得很特別 但又沒有事情可以幫我 又不懂得回答 其實可能有機會 你那次根本是要死的 要死 所以你根本是死了 你的朋友 那些光的朋友來接你 就是帶你去走的 對 其實是的 誰知道你又不想走 是的 我便知道 原來這些都是有選擇 後來我很多年後看 《與神對話》 《Conversation with God》第八本 第八本就是全部講死亡後的故事 他計劃判出的時候 我已經十幾年後了 是的 描述是 又不可以 我越看越開心 然後他也有整個章節 就說原來永遠有選擇 去到那一刻想到 你跟不跟那一刻 原來是有選擇 那有沒有說 如果自殺那些案件 有沒有選擇 那我也不知道 但我又看了很多 譬如說撞車撞到爛了 這樣 這樣出了去 都可以選擇不回來的 是的 我想自殺那一刻他已經選擇了 其實你也很明顯自己選擇回來 如果你說 這裡這麼漂亮 湖江山星我們走了 這樣就走了 走的了 走的了 是的 那你有什麼 對你來說 這個這麼特別的經驗 對你以後的人生有什麼影響 那一次都是呆了 呆了就覺得 但你醒了之後 你會不會覺得是發夢的 不會 或者是幻象 完全不會 因為他是真實過 好像這一個 lifetime 我覺得他超真實 更真實 更真實 還有那種喜悅 感覺 是一個感覺 是感覺到的 但我又沒有什麼做事 繼續回企業做工 打拼 照做 然後 可能的訊息足夠清楚 然後我兩次還人 要生孩子 生孩子的時候 因為身體需要 醫生要我開刀 開刀的時候 又是那些十九八 因為麻醉滴滴 一到八 兩次 這一位方的朋友 都突然拔了我去玩 又禮林 每次 我想他很喜歡你 我說 他一有機會就 走了我們玩 我說 你不要玩 我不死 我在生孩子 他說 我很想念你 你不用跟我 這次 我只是想念你 這次就不是來 接你走 是 看你乘機麻醉了 你這麼幸運 我也覺得很幸運 我做過一次小手術 在這裏開了一個脂肪瘤 很小 然後 他又打麻醉針 打完 會好像有些人說 會看到神仙 看到光體 看到耶穌 我就在那裏數 數了數了 就睡了 然後又醒了 為何這麼久還未成功 還未進入這個麻醉狀態呢 然後他說已經做完了 做完了 做完了 什麼都看到 為何這樣 你幾好幸運 我也覺得其實很幸運 但我覺得 如果來三次 一定有一些事情我要做 對 我之前是做 就是講企業 好 不做 做什麼 做什麼 不喜歡做媽媽 因為我做了媽媽 一年多 我給兒子聽 但是天天對著 真的不好 你不要生氣 你拿著他們 不是我的性格 然後去了 理工教過書 對著大學生 也好 但也不是我杯茶 然後在一些企業的訓練學校 然後派我去東南亞 去教那些企業 都不是我最想要的 那我就再找 那時候在香港瘋狂上課 但那時候上香港的課 就不是那麼多 譬如你可能知道 不知道可以講名 那些課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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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堂又上 零修堂又上 什麼廟都去 什麼瑜伽都去 你有沒有聽過 傻巴巴 都去 招房 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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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什麼都去試 嗯 那要什麼呢 就是要什麼呢 那後來就 加入了一家美國公司 那他就教一個課程 叫阿凡達 那主要就是 信念體系的課程 那就如此又教了 六七年 那樣 那就是覺得 哇 我也覺得 那他全世界 我覺得那些人要的 都是那幾樣的 就是開心啊 心靈平靜啊 人際關係啊 怎樣可以幫到人 那不如自己 坐定在香港 怎樣可以把這些 在香港 分享給更多些人 那你的中心開了多久 嗯 差不多八年了 那麽久了 是啊 我們這裏半年而已 是啊 是啊 嗯 那又說回你呢 就是這個貧死經驗 那你生嬰兒的時候 他們又來找你 是啊 那之後還沒有來找你 他們 他們沒有好 actively來找我 但是呢 我後來才知道 因為不知道是否 跟這個經驗有關 我是很容易跟他們直接溝通 那之後就不用要生要死 或者生兒子 去到才見到 哪生那麼多個 就是之後就可以 第二些普通經驗 可能喝杯水 他都會 喂你好嗎 可以來找你了 可以接觸到的 為什麼他們很有趣呢 我聽過呢 Dr.Bell Jones 中塞輝博士 和Anita Anita Majoni 他們的貧死經驗 都會 哇很厲害 還要寫完書 但是你說這個 我覺得是很 你這個是 溫馨甜蜜版 我覺得 就是不用撞到爛了 或者生癌症 又整個 就是這樣 其實他們找你 就是純粹去掛著 你想和你玩 那時候 我的感覺 他第一 我覺得他找了三次 我那時候的 第三次是什麼時候 就是我生了兩個兒子 兩次都有 兩次都來 如果你再生了兩個兒子 你會再來 我生了那麼多個 生了那麼多個 我覺得可能 他的訊息給我 我來這個世上的目的 不是做 隔壁的訓練 又不是教師 就是要做回 我來這個靈魂 來這個世界的目的是什麼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那我就說 我覺得我來這裡的目的 是幫別人 和自己的靈魂接觸 嗯 然後真是活出 他生命中 來這個地球的目的 嗯 嗯 好 那你又說一下你現在的心路歷程 那你有一個三次的經驗 是 還有他們之後就可以 經常來找你 還是你要打坐 要靈魂出竅 才可以見到他們 是 先先是不知道的 先先都不知道 到容易的 直至呢 有一次就是 Life Dynamic 其中一個 一個課程 請了一個外國的訓練 來 有一個環節 就全班 譬如 不記得人 三個人一組 那你就牽著手 這樣 啊 我知道 有 Rainbow Meditation 那叫做 那個名字 我忘記了 但就不是Meditation 你一人想一個情景 要不就很不開心 要不就很開心 但是呢 你就要感覺到你隔壁那幅畫 是怎樣的 這樣 接著會見到的 就是大家會互相見到那個人 那個畫面 很可怕 就是這樣 是的 那我那班呢 就是 老師說 有多少人見到 即是這麼適合我班 就只有兩個人見到 是這麼適合那班 然後呢 我就會覺得 當然是見到的 為什麼你們會見到的 就是這樣 然後呢 接著我去上那些 去外國的課程 有些事情是人家要做的 我已經見到 我已經看到 我已經看到 因為我是 read 到那個書 我不知道 嗯 就是我不知道 還有我會看到 譬如我真的要見angel 我要見到 就是白影 我是完全見到 那我會覺得 咦 為什麼 這麼有趣的 就是這麼有趣 那麼就越來越 跟他們聊聊天 你想一下 不同的方法 去聊 嗯 OK 那會不會 你見到一些 比如天使 不是 他們不是叫天使 可以的 其實他們是屬於 一些靈體 靈體 那會不會都順便 見到一些不想見的靈體 有沒有機會 不會的 因為我先 一開始見到 然後就不斷狂刨別人的書 要怎麼做 就是不知道的 那很多書 就教我怎麼做 就是做一個 比如imagine 想像 有一個粉紅色的 shield 也好 怎樣也好 還有我後來才知道 就是我現在教一些課程 如何去接觸自己的守護天使 都有很多步驟 就是你要一步一步一步 給message 你準備接觸到什麼程度 不要嚇壞自己 好了不要嚇壞自己 我們就在這裡停了 停了 好啊 眨眼第一段已經過了 那我們休息一會回來 再跟Josephine聊天 好啊